還說明的花 小吃 玩具TV第十八季第十一集 應該結尾了 其實這個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被人喊天價 發生甚麼事 究竟為何會被人炒得這麼誇張 為甚麼呢 去甚麼名堂 其實本身是說就價錢一差又找 不過就著這個RadioEva 亦跟回當時 甚麼叫RadioEva RadioEva本身是一個品牌 將Eva生活化 裏面亦有很多時裝設計師 和插畫師 例如最有名的就是這個series Mike 中文是叫做 其實甚麼都有 衣服鞋物飾物 甚麼都有 好像在PACO 是 你吃飯 不只是吃飯 其實PACO 也有一些 RadioEva的店 亦有些直營店 主要是賣時裝 其他品牌 其實本身 這個品牌 都是盡量把一些生活化的東西 放回到Eva的人物 讓他們穿上身 穿上街 這是必定種的 這是一個出名的品牌 一定會走這裏 那時候為甚麼會中的二次元自卑症 就是突然間 在那個時間開始 其實就是超小宇耀菜 燒忌廉 Dirty Pair 那個時間開始 突然間把動漫女仔 穿一些去街的衣服 突然間在現代那裏 在街上飲食的插圖 就 中了 那個防火牆模糊了 那個力牆模糊了 就是二次元三次元 這些圖就很明顯了 對 這些是害人不淺 本身其實都是 叫做慶祝Eva的十周年 就著 RadioEva這個品牌 一個叫做 新進的插畫師 米山姆 他畫了一張 Eva五個最出名的角色 穿了一些便服 就形成了今次這個 害人不淺的系列 背景大致上就這麼多 當然了 Hobby Max 我也不知道 究竟是日本公司 還是中國公司 其實本身 也有紮巾在上海 也有他們一班專屬造型師 去做這系列的figure 出了兩隻 一隻就是寧波麗 另外一隻就是我現在 這是明日香 對 明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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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身有兩個顏色版本 我自己用了這個 Original Color版 即素色版 為何這個叫Original Color 對 反而這個叫Original Color 即是等於聖斗士星齒 他也推出過正式的Original Color Series 好 非常之佛心地 他這裏有一條手帶 你說公仔是否漂亮 我就不敢說 包裝真是很漂亮 同意 他製成一支日本海士忌 很簡單 一個大吸索包住那件figure 他本來吸索也有小字 很帥 這個玩具 整個玩具 這個真是加分 其實我相信價錢應該不會差很遠 吸索那裏加了一個凹凸字 風格差很遠 帥氣很多 反正你只是做個帽子 一樣價錢 但真的帥氣很多 加一個小字 大家真的要考慮 好 本身多說 正常的1比7 一叉野的figure 能給你什麼 我說法 給你什麼 去榮感 這個是原價一叉野的figure 我說漏了一句 不過看得出陰影是挺漂亮的 我買了一個人生第一隻 這叫什麼 女figure 其實我是 我找到一隻裝紙 我一向都不玩女 純粹以為買這盒東西 包著二號機 誰知他給我一條女 左邊很漂亮 這個是阿加利加 真的 很帥 這十周年 有條柱子 腳底 我想說一件事 我也做過這些 這個座 我不知道阿Bryan 這個磨得很滑 就像眼鏡的做法 對 只是打磨而已 我知道 因為我有一次做過類似的紙震 做得不漂亮 我經常做得不漂亮 可能技術不同 技術不同 它可能用人手便會有 沒錯 那是人手 用機器便很漂亮 我明白 介紹女figure 相對性比較簡單 大家可以看到 本身就著整個明日香的線條 大家可以看到她的髮的陰影 可以不要用頭髮嗎 為甚麼 當然是看腳 她想由頭髮 我有很多話說 其實可以看到 真的可以由頭髮到腳 當然 現在正在掃腳 不過我想先說頭髮 看到她每一個髮尾 其實都有做一些深色陰影 面上 我用側一點可以看到 她的眼睛也是水貼 而膚色 其實現在打燈很漂亮 你會看到少許粉色 但其實本身如果有原裝版 她的色彩會豐富很多 和Original Colour版 會有比較大的出入 現在這些公仔真的出得好 現在這些公仔真的出得好 好 那這件T恤 我不知道可以送到多近 拍一拍她的胸口 好不專心 這個攝影師很不專心 這個攝影師很不專心 一個扣針人是甚麼 其實是一些類似 暴漿的公仔 還有你也看到白T的陰影 不溫不火 有師兄解答了 品牌應該是大陸品牌 老闆造型師也是大陸人 我記得是上海 外套 你會看到 所以這個Radio Ever的系列很流行 而且時代氣息感很強 我現在明白了 因為她的公仔穿的衣服是她的品牌有推出的 是 全部都有 好 不相差了 拍裙底吧 其實沒有 是褲子嗎 是 熱褲子 也算是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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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專心 在我的高大衣服上 隔製三零細麻煩一點 好 好 好 還有我覺得一個女性肌肉吸不吸引 她主要整個造型或姿勢都很重要 會看到這個很S-shape之外 表情上會有些修力 另外也會有一個比較大的動態 在靜態裏有一個大的動態 例如腳扭曲線條 說腳吧老友 交給你了 其實我有很多事情想說 但我覺得你會給我專業 我不懂這些 你不要壞我 我想說一件事 其實你看到她的大腿 因為你會說腳 阿迪可以上一點 看看正面 我遷就那個 你看到她的大腿 她的右腳肌肉的紋理 是很跟隨福音戰士的畫風 她是把腳拉得很滑瘦 但製造比較誇張的肌肉感 這位置是運動員才有的肌肉感 或者是很瘦的人 其實瘦的人 只是瘦未必會這樣 等等 另外這個紋理 她也做得很明顯 對 對 這個角度 很像福音戰士的風格 因為你去到某個角度 她顯得很瘦 然後回到這裏 就看回內側 摺位 我覺得她對福音戰士很有愛 因為她跟回整個人的風格 原型製作也算是日本團隊 予之日情之人 不是 有些人說造型師是大陸人 我不知道 我不太清楚 造型師其中一個是Key King Key King是上海人 另外就是佐藤真奧 另外就是 如果有一點怪的 就是小腿很長 這是一個風格 那倒是 零碎拉長 就是這個動畫的風格 就不多 另外其他陰影的東西 都很足夠 尤其是鞋也很細細 其實我只是想說 近一點 給大家看一看 看到嗎 很適合 我想可能她這個品牌 還有你對襪的陰影 真的不能說笑 你會看到鞋和襪的地方 是特別做得深色一點的 還有可能是 因為生日收得這麼高的價錢 原價其實是一叉 都高 一叉 不高的 一叉 一叉即是一千 通常 我買了一個是九十幾元 你還要記住 我也想了很久 明白 你想想我這隻雪露多少錢 我知道 可以說一個分別的 頭髮是一點水口都沒有 真的磨得很乾淨 除了馬色之外 另外你會看到她的雞是光澤 光油 應該是發夾 簡單來說 她的全身 應該只有這一個地方 是落了光油 這件衣服 也可以叫做半光澤 半光澤 就不是靈的 對 雖然有靈的發夾 外套有一點半光澤 皮膚是啞色 對 這個角度呢 幾個角度 幾個部分都是不同的反光程度 我重新 其實我初以為是裝著二號機 不過一拿上手一打開 為何會給我女兒 就是這樣 真的嗎 一定是 一定有隻肌肉 你看我多嚴重 你應該娶我 那盒是這樣的 果然 好 今年的玩具TV到此為止 因為我老婆11時叫我回去看電視 有什麼看 也是那些 犯規偉妻 今集玩了這麼多 下個禮拜 再爆 拜拜 爹 現在四千多 神經 發神經 天價 嘩 馬上很想要